一场秘密的核实验,让邻近的村庄遭受到了可怕的核辐射 活下的人身体变得畸形怪异,并且性情适序而暴力 一部血浆爆表的阿极恐怖片 今天带给大家的是《隔山游演》系列的第一集 本片于2006年上映 相亲相爱的一家人开始了一场愉悦的公路旅行 却不幸遭遇了食人魔们残忍的捕杀 最后会有幸存者吗? 偶尔过度解读,专心讲好故事 嗨,我是Evin,你们等好吗 影片开始是一个小插曲 在美洲新墨西哥州的沙漠上 这里正是历年经历核爆炸次数最多的实验场地 几个身穿防护服的军方人员正在工作 他们从一条小沟里捕捞起一条鱼 嘶,沙漠里为什么会有鱼 嗯,不管了 接着拿着钙戈计算机小心翼翼的检测着地面残留的辐射指数 忽然一个满脸嗜血的男人大喊着救命冲了过来 还没等工作人员反应过来嗖嗖几下 求救者和三名工作人员很快被一辆皮卡车拖走领盒饭了 故事开始,沙漠里孤零零的坐落着一个残破的加油站 墙上的温度已经高达40摄氏度 门口树里的牌子上写着200里内仅此一家 屋子旁边的一辆粉色破车上居然还牵着一只格格不入的小粉猪 似乎告诉我们它本不属于这里 来到屋内,一身邋遢的帽子书似乎听到了什么 从梦中惊醒,以为是他的朋友回来了 但是还是警觉的端起猎枪出去查看 甚至跑到沙漠上找人 我估摸着可能是找一开始喊救命的那家伙 可惜帽子书不知道的是,他已经在吃河饭了 搜索一圈无果后,回到家中 房门前被人扔下了一个大包 他似乎早有预料,对着外面大声怒骂 老子不干了,和我没关系 下一秒却拎着包进了屋 包里是一些值钱的首饰和装备 一个饭盒里还装了只血淋淋的人耳朵 继续查看还有一张情侣的合照 很明显,那人耳朵就是这照片中女人的 此时,外面忽然传来了汽车的鸣笛声 帽子书只能先出去应付 加油站外来了一辆拖着房车的休旅车 车主胡子书带着全家路过这里 今年是他和短发省的25周年迎婚纪念 就想带上家人一起自驾游去圣地亚哥度假庆祝 后座是他的小女儿金发妹和儿子卷毛弟 而拖车里面呢是大女儿金发姐和女婿眼睛哥 带着刚满月的女儿小可爱 还有两条德国牧羊犬美女与野兽 众人纷纷下车透过气休息下 卷毛弟去吁吁 户外的简易厕所臭气熏天 他厌气的撇着嘴 似乎听到一响 卷毛弟边吁边查看 忽然从门缝里闪过一只眼睛 吓得卷毛弟尿得满手都是 他以为是金发妹在捣鬼 骂了一通 弄得金发妹也是莫名其妙 殊不知另有其人 并没有发起袭击 只是偷走了卷毛弟的红色外套 这是暗恋啊 正在修理汽车空调的眼睛哥 一脸的不耐烦 他搞不懂胡子书为什么好好的飞机不坐 偏要开着这该死的破房车出来溜达 在这前不着村后不着地的沙漠地带 连个手机信号都没有 没错 这温絮两人关系不咋地 看着老婆金发姐的面子上 平时眼睛哥可是一直在忍耐 这时候牧羊犬美女狂飞着冲进了一间屋子 等金发姐寻声找来 这真是帽子书的卧室 她正好看到了那个打开的包 里面的珠宝刚映入眼帘 帽子书的声音忽然从后面传来 吓得金发姐一个激励 赶紧牵着狗子离开 然而帽子书的眼里却闪过了一丝胸光 果然帽子书本打算不干的 但是现在改变主意了 于是主动给胡子书介绍了一条进路 就在两里外的旧围墙那里 如果左拐的话可以省下近两个小时的车程 胡子书居然毫不犹豫的就同意了 等绕进小路还没开出多远 满是黄沙的路上一条荧光闪过 那正是一条布满荆棘的阻拦网 房车一股脑的压了上去 瞬间爆胎 晃晃悠悠的几个大摄白尾后 一头撞上了路边的巨石上 而此时阻拦网悄无声息的被人收了起来 惊慌失措的一家人下车一看 轮胎不用说了 车子的前轴竟然还断了 远离高速公路 手机又没信号 呵呵 本来就不对付的温序良人 更是火药味十足 好了 这下可以尽情的欣赏 荒郊野外的沙漠美景了 金发妹却对这种遭遇毫不在意 只穿着绿色的 嗯哼 在躺椅上晒起了日光玉 嗯哼 无奈之下 两个成年人决定兵分两路 不行出去求援 眼睛哥往前走 胡子书往回走到加油站 找帽子书帮忙 临走前全家人围成一圈向上帝祈祷 保佑他们能走出这片沙漠 镜头缓缓拉远 最后的画面竟然是定格在一个双筒望远镜里 等他们走后 女士们拉起了遮阳板 摆上了桌子 喝起了饮料 忽然 牧羊泉美女好像听到了什么 一路咆哮着往山坡上冲去 卷毛地见状连忙追了上去 怪事临巡之间 美女很快就不见了踪影 忽然 一阵狗的哀嚎声传来 美女好像遭遇了不测 更令人后怕的是 卷毛地的身后 一个红色的人影一直在如影随形 穿的正是被偷的那件衣服 顺着血迹 卷毛地终于看到了躺在血泊当中的美女 她悲痛不已 走近一看 哎呀 只见美女的肚子都被掏空了 卷毛地转身就跑 慌乱之中 脚下一滑踩了个空 掉到了几米深的山坡下 晕了过去 红一人缓缓走近 竟然是一个脸部畸形的小女孩 我们就叫她小红帽吧 她轻轻的触摸着卷毛地的伤口 似乎并没有什么恶意 忽然 石头上面传来了一阵令人毛骨悚人的怪笑 叮嘻嘻嘻嘻嘻嘻 定睛一看 机型人火眼网正在啃着人腿看着他们 镜头一转 眼镜哥哼着小曲一路步行 来到一座好市鱼石坑的边上 台眼望去 坑里密密麻麻地停满了 各式各样破旧的汽车 两只乌鸦在车头傻哑地叫着 让这个汽车坟场更是阴森恐怖 这里应该就是政府当年的核爆试验场地了 不知情的眼镜哥找到了一辆黑色轿车 里面发现了一只小熊公仔 打算带回去给孩子 但是他没有发现 车子的另一边几个触目惊心的血手印 夜深了 胡子书好不容易走回了加油站 他喊了几声却没有人答应 电话也坏了 进屋查看 发现桌子上包里的珠宝和人耳朵 胡子书顿感事有蹊跷 拔出左轮手枪往屋里摸去 满墙的海报吸引了他的注意 上面的报道写着一系列的故事 新式核弹研究成功后 政府停止了核爆实验 但是当地的矿工拒绝放弃土地迁走 于是政府下令将矿镇移为平地 幸存下来的矿工身体逐渐发生了变异 成了一些爹不亲娘不爱的弃儿 弃儿心理扭曲 决定报复正常人 所以与加油站的帽子书理应外合 来一票干一票 接着便是好几篇游客在沙漠里神秘失踪的报道 胡子书见状不妙 急忙出屋上了帽子书的汽车 刚想发动呢 就听到帽子书的声音从简易厕所里传来 寻声过去 只见帽子书已经喝多了 痛苦地说着一些忏悔的话 下一秒就用猎枪抵住了自己的下巴 在胡子书的面前活活地自杀了 呃 这可把胡子书吓得够呛 忽然四周传来了令人恐惧的呼喊 竟然是在叫把鼻 胡子书抬手就了几枪 连忙钻进汽车想要发动 身后却清晰地传来一声 把鼻 随之 胡子书被后座的赤发鬼 一击重锤倒了下来 晕晕呼呼之中 胡子书感觉自己被扔到了一辆矿车上面 缓缓地拖入了一个矿洞里面 回到房车里 正因为小红帽一直守在卷毛地身边 清发姐才得以发现并救回了卷毛地 短发神给卷毛地处理伤口 屋外野兽的狂吠忽然传来 卷毛地警惕地拿着胡子书给他留下的手枪 往房车外摸去 然而野兽已经挣脱开铁链 跑得无影无踪了 这时一个声音从背后传来 吓得卷毛地差点就开箱了 定睛一看原来是眼镜哥回来了 眼镜哥完全没有发现什么异常 甚至还开心的带回了一堆玩具 卷毛地本想把白天的事情告诉眼镜哥 苦于金发姐一直在眼镜哥身边 又不想让女生们听见恐慌 最终啥也没说 临睡前卷毛地想让大伙睡一间车厢 想着这样比较安全 但是眼镜哥不知道啊 他觉得六个人睡一起太诡异了 小弟弟你想啥呢 不过他也感觉到卷毛地的异常 应该是担心老爸 所以承诺如果天亮胡子书还没有回来的话 就去找他 月黑风高 金发妹正在房车里带着耳机熟睡 一只恐怖的手慢慢的伸了过来 享受着金发妹的寸寸皮肤 怪手的主人正是一个长相猙獰的畸形人赤发鬼 他的小动作还是惊醒了金发妹 看到眼前的一切 他刚想尖叫 就被吃发鬼一把捂住了嘴巴 不安的卷毛地毫无睡意 再听到门外的狗叫声 他第一个出去查看 发现黑暗处似乎有什么东西 他越想越不对 赶紧跑到眼镜哥的那个车厢 并解释了白天看到的一切 眼镜哥也觉得有点不对劲了 而此时 远处一下子就着火了 同时也传来了胡子书撕心裂肺的尖叫 众人寻声过去 只见胡子书被绑在了一棵大树跟前 周围熊熊烈火正在燃烧他的身体 胡子书就在家人的面前深深的被烤熟了 黑暗中 房车顶上又跳下了一个机型人祸嘴 把大家都吸引到胡子书那 房车里顿时成为了他们的天堂 他们在车里一通扫荡 两个机型人联手行凶 期间对车里的鹦鹉小可爱 以及金发妹所做的事情 这是令人发发发发指 打了马估计也是审核不握的 要是小看的小伙伴 建议去看一下原片或者私信我吧 车外的金发姐终于听见了孩子的哭声 跑回了车 结果很轻易的就被霍嘴制服了 因为小可还揪在他们手上 这时候短发婶也回到了房车里 看到了这一幕腿都软了 一阵搏斗当中 短发婶和金发姐双双被击中 听见枪响的男人们 这才发现车里有点不对劲 连忙回去 但是他们回来前 两个机型人早已逃之夭夭 卷毛地冲着远去的人影几枪过去 但都没能打中他们 只听得一阵阵鬼叫声 回荡在这荒芜的沙漠中 回到房车里如同闯入地狱 眼镜哥抱着金发姐的尸体痛哭不已 雪上加霜的是 小可爱也被机型人掳走了 短发婶更是奄奄一息 正在他们悲痛欲绝时 车门口忽然传来了机型人沙哑的怪声 卷毛地三枪过去 车外顿时没了动静 慢慢地打开车门 眼镜哥小心翼翼地走出来 地上原来只是一个对讲机 被死死地攥在了一只断手里面 此时对讲机里传来了机型人恐怖的声音 干掉你们 眼镜哥对着对讲机一阵狂吼 却再无回应 只是传来了一阵若有若无的小孩哭喊声 那这是他的女儿小可爱的声音啊 这一切依旧尽受在远处的望远镜里 此时似乎听到了狗叫 这个拿望远镜的人回头查看 这一回眸 哇 超酷了 偷窥狂似乎没有发现什么异常 继续看望远镜 说时迟那时快 我们的野兽飞扑而来 一口咬在偷窥狂的脖子上 YES 解决一个 随后野兽便回到了主人的身边 一夜过去 蓄日东升 此时的眼镜哥已经冷静下来 决定反杀 他牵了野兽带路 甚至血迹一路寻味过去 终于来到了矿洞口 眼镜哥摸了进去 矿洞里西黑一片越走越深 来到一片空地 矿洞口是一片简易的墓地 贴着一些正常人的照片 穿过狭窄的通道 前面柳暗花明 原来这就是出口了 眼前的迹象让人不敢相信 一大片沙漠之上 竟然坐落着一座荒废的城镇 走到废弃的矿镇街道上 眼镜哥无语了 房间里和街道 到处占满了各式各样烧焦的假人模特 就好像小镇依然繁华一般 原来这里就是当年荷报的实验村落 继续往前走 眼镜哥终于有了点发现 一间屋子外的发动机还在工作 擦掉了窗户上厚厚的灰尘 屋里的床上躺着的赫然就是他的女儿小可爱 他刚想进屋去解救 屋前一个人影闪过 眼镜哥赶紧躲在了发动机后面 原来是一个机型人鬼脸 拖着一具尸体走了出来 看着鬼脸就要离开了 结果狗子却嗯了下 哎呦我去 还好眼镜哥速度快 已经躲在了一辆破车里 这才没被发现 过了许久 眼镜哥把野兽暂时安排在了破车里 自己孤身一人去解救小可爱 小心翼翼的打开房门 屋子里只有一个脸色刷白的光头胖大妈 正在看艾伦和艾薇说电影 偶尔过度解读 专心讲好故事 嗨我是艾薇 你们都好吗 边看还边帮着一个假人头梳着头发 眼镜哥轻手轻脚的摸了进去 他来到床边 轻轻抱起了小可爱 他屏住了呼吸 慢慢的往大门走去 忽然胖大妈 一根蒙棍从侧面袭来 眼镜哥倒地不醒 营救行动宣告失败 从云月中醒来的眼镜哥 惊恐的发现 自己被关在一个漆黑的大冰棍里 当他点起火柴一看 咦 差点下了自闭 周围布满了人的残尸碎体 到处都是鲜血 粘垃圾 滑不溜溜 他疯狂的用手猛砸冰棍的门 终于门被砸开了 眼镜哥趴在冰棍上 那是一阵干呕 等眼镜哥回过神 这时屋里传来了一个怪异的声音 是美国国歌 他再次扛起了棒球棍寻声而去 只见一个脑袋大的只能当着 机型的难以形容的瘫痪人躺在椅子上 眼镜哥用棒球棍质问着他女儿的下落 机型人却只是淡淡地回答 我不知道他在哪里 我从来没有出过这个房子 忽然 另一个机型人赤发鬼破门而入 抡起矿工用的铁桥 就向眼镜哥刹来 猝不激防的眼镜哥 只能落荒而逃 就在楼地上快要被赤发鬼砍到时 不放心主人从车里钻出来的野兽赶到了 非一般地冲上来 死死地咬住赤发鬼的手臂 眼镜哥趁机躲入了一个房间 用浴缸死死地抵住门 想着来一个守株待兔 力大无穷的赤发鬼 很快地就摆脱了野兽的私咬 把他甩到了一边 接着很轻松地 居然从门的一边破墙而入 一把掐住了眼镜哥的脖子 接着顺势把他摔倒在地 眼镜哥再次慌忙逃窜 捡起了一旁的棒球棍 赤发鬼一挥铁桥 砍断了棒球棍的下一秒 眼镜哥看中了机会 把剩下的棒球棍 一下子捅入了赤发鬼的肚子里 但是赤发鬼却跟美式一样 很轻松地就拔了出来 哪里 眼镜哥健庄大事不妙 撒鸭子再跑 混乱中被赤发鬼一铁桥 干掉了两根手指头 剧烈的疼痛让眼镜哥 躲在桌子下面不敢出来 但还是被赤发鬼清楚 眼镜哥哀求赤发鬼放了自己 这让赤发鬼掉以轻心 眼镜哥却抓住了机会 用手里的螺丝刀插中了赤发鬼的脚背 又飞快地抽出另一具尸体头上的国旗 给了赤发鬼一个精精亮透性亮 外加铁桥盖顶 一套技能反杀成功 眼镜哥此时拽拽地戴上摔碎的眼镜 丝毫不觉得疼痛 现在我觉得他已经武力全开了 敌方阵容强大 硬钢太吃亏 只能来偷袭战 眼镜哥拿起铁桥 又躲在了一辆车后 鬼了这好来送人头 还没反应过来就被干了 而屋里的那个大头机器人 刚拿着对讲机呼叫机器人 霍嘴杀死小可爱时 躺一边传来的野兽愤怒的嘶吼 好样的野兽 但是霍嘴还是收到了 杀死小可爱的消息 正准备动手时 幸运的小可爱 已经被小红帽带走逃离了村庄 眼镜哥看见小红帽带走小可爱 一路追逐 终于超近路拦在了小红帽面前 小红帽很善良 双手踢过婴儿 眼镜哥正想接过小凯 冷不丁的机型人霍嘴从天而降 压倒了眼镜哥 仇人见面 分外眼红 搏斗那是相当的惨烈 霍嘴身强力壮 残暴异常 眼镜哥显然不是对手 见状 小红帽带着小可爱撒腿就跑 霍嘴看见 只能先放掉眼镜哥去追小红帽 而这边眼镜哥缓缓地睁开了眼睛 看着手指上的戒指 那真是他唯一的信念 救出自己和妻子唯一的孩子 他靠意志力奋力爬起 拿起枪再次追了上去 小红帽终究还是没有跑过霍嘴 还好眼镜哥及时赶到一枪杆轮了过去 接下来一套连招夹子弹干爬了霍嘴 小红帽缓缓走来 眼镜哥接过小可爱 满脸失血的眼镜哥 看着婴儿的眼神却无比温柔 似乎自己付出的一切都是值得的 谁知身后 霍嘴竟然还没死头 晃晃悠悠地站了起来 端起猎枪对准了眼镜哥 小红帽见状来不及阻止 他一下子冲了过去 枪打歪了 小红帽和霍嘴也一起坠入了山坡 彻底结束了生命 此时我已经不觉得小红帽畸形了 整部居里他就像天使一样的存在 回顾矿洞中的坟墓 应该也是小红帽给逝去的人做的 哎呦不说了难受 回到房车这边 金发妹忙着点燃轮胎向外接发出求救信号 卷毛地则在房车四周用余线布下了警戒线 他们知道这样毫无用处 但是至少做了会安心点 此时余线布置的预警系统忽然发出了警报 卷毛地和金发妹持枪出去查看 却原来只是虚心一场 一个随风飘过的风滚草触发了余线警报 回到房车这边 令人惊恐的一幕出现了 短发者的尸体竟然不翼而飞 卷毛地临危不乱 让金发妹去车里安排陷阱 由她去引诱机型人前来 过程很顺利 虽然摔了几跤 但还是把她引到了房车前 此时金发妹已经打开了两罐煤气 并在门口布置了火柴机关 等两人逃离后 余线旺还真的打开了车门 一身震耳欲聋的巨响袭来 整辆房车被炸上了半空 在满地的房车碎片中 余线旺被炸得血肉模糊 却还在狂笑着不肯服输 金发妹疯了一半冲了上去 结果了她的生命 远处 眼镜哥抱着小可爱 牵着野兽摇晃着一步步走来 死里逃生的家人们紧紧地相应在一起 啊 终于可以喘口气了 镜头飞速拉远 又再次落入了望远镜的镜头里 哎呦 完没完啊 但是本篇完了 所以啊 我就悟出个道理 没事不要去人烟稀少的地方 抱个老年旅游团不像吗 好了 看到这里就顺手订阅一下 打开小铃铛吧 这是我制作的《隔山游眼》的第一集 下一集更精彩哦 素质三连后我要去练习打碟了 拜来个拜